明年1月13号就要选总统和立委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提名12位区域立委参选人 包含新竹县徐兴将出战第一选区选立委 要再次挺进国会 为了加快推动五阳高架延伸工程 解决长期塞车 也要协助偏乡农村的产业发展 徐兴宁 倒帅 徐兴宁 倒帅 郑政杰 倒帅 郑政杰 倒帅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右手牵起徐兴宁 左手牵起郑政权前 蓝营高喊动算 为新竹县市选战壮大绅士 正式获党提名 徐兴宁要出战新竹县第一选区参选立委 我想我参选的理念 跟我一开始从政参选民意代表 整个的理念都是一直是一样的 从来没有变过 那身为民意代表 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倾听民意 那同时既然是民意代表 就要捍卫民众的权益 那当然我们最重要 要能够做好选民服务 能够热忱的来服务 那因为立委 是这个中央级的民意代表 我们还要视地方的需求 我们来争取经费来建设的地方 明年1月13号就要选第11届立委 与第16届总统副总统 国民党中场会昨天通过提名 12名区域立委参选人 包含新竹县许新盈 或提名要代表国民党参选 第一时间在脸书分享消息 表示未来重返国会 要加速推动武阳高架延伸段工程 争取东西向快速道路 衔接高速公路连接道 解决长期塞车问题 而第一选区涵盖新丰湖口 新浦 琼陵 关西 坚石 和竹北市西区12个里 偏乡农村要发展休闲农业区 活络产业促进观光 这个除了交通的拥塞 现在非常缺乏停车场 所以各乡镇都有停车场 新建的需求 这个也是列为新竹县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次新竹县第一选区 还有各乡镇都是属于 比较偏向农业 所以我们农业的部分 我们要争取农民的权益 请走地方 徐新营参加新丰红树林净摊 以行动支持减缩环保 或党正式提名 要赢得更多选民支持 再次挺进立院 为地方发生建设家乡 准备 准备